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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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且受用一日 姐姐 我铺床 你把那穿一镜的套子放下来 上头的滑子滑上 你的身量比我高些 刚做暖和了 你又来闹 还好了 你们暖和吧 终究是暖和不成的 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呢 她速日又不要那汤婆子 咱们的熏龙上暖和 比不得那屋里抗冷 今儿可以不用 那好吧 这个话你们都在那上头睡了 我这儿又没个人会害怕的 这一夜也睡不着 我是睡在那里头的 摄月 来 你就睡在她外边吧 大黑天的 看我拿你的嘴 她要拿我的嘴 你来着吧 来呀 行 别追我 别跑 别追我了 别跑 别跑 老婆婆吧 说话间 天已二惊 摄月早已放下杖连麦 宜灯煮香 服侍宝玉卧下 二人方睡 秦闻自在熏龙上 摄月便在暖阁外边睡 王子温柔 河山 空云似鬼 柔蓝 感谢有力 柔蓝 秦闻 秦闻 谁知故此 无人啊 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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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我都醒了 这睡守旁边的还不知道呢 真是个挺死尸的 他叫秦闻与我什么相干 还不快去 二爷这是要什么 二爷 没什么 不过是想吃口茶 披上我的衣服再去吧 小心冷着 宝玉自己也醒了 方想起席人不在家 知道自己刚是发梦了 也好笑起来 见摄月穿的丹薄 慌忙掩饰 扯了自己的貂皮满进暖袄 让他披上 还要上的菜 照片 提起来 不愿意 不愿意 放入 烹一碗 您可欣 又不愿意 冷却 您可以 好妹子 你赏我一口喝吧 月发上脸了 好妹妹啦 明儿你别动 我服侍你一夜 如何 你们两个先别睡 说着话 我出去走走就回来 外头可有个鬼等着你呢 外头自然有大原谅的 我们说话你只管去 摄月便开了后门 揭开粘连一看 果然好月色 秦文等他出去 便欲吓他玩耍了 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 不畏寒冷 也不披衣 看冻着 只穿着小袋 便捏手捏脚地下了熏龙 随后出来 快点 别走 请问他出去了 小剑他吓着你 我哪里吓死他了 骗你惯会这歇歇遮 老叛向的 你倒不会吓坏了他 头一则动着你也不好 二则他不防 不免遗憾 若是吓醒了别人 不说咱们是玩意儿 却说席人刚走了一夜 你们就见神见鬼的 快把我的被子夜衣 好冷的手啊 我说看动了吧 快进美屋里来捂一捂吧 进来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那黑影子里扇事的后套 只见一个人蹲着 我才要叫喊 原来啊 是那个大锦机 进来人一飞 飞到亮出来我才看真了 若冒冒失失一扬 都闹起人了 请问出去我怎么没见 一定是要去吓我了 这不是她呀 她在这里悟着呢 我若不是叫得快 她还真吓你一跳呢 用不着我吓她 这小蹄子 你已经自怪自惊了 你就这么跑街马似的 咱们的连连连连的 出去了不成 可不就这么去了吗 你死不减好日子 你呀 不出去站一站 把皮肚冬破了你的 秦文因方才易冷 如今因一暖 不觉地打了两个喷嚏 你看如何 到底伤了疯了吧 她早起就让不受用 一人没吃饭 这会儿还不保养些 还要捉弄人 明儿病了 叫她自作自受 头上可热 不相干 哪里这么娇嫩起来 难怪人说 身子热不可被风吹 这一冷果然厉害 姑娘们睡吧 明儿早再说吧 咱们别闹了 又惹她们说话了 睡吧 睡吧 这四日起来 秦文果然鼻塞生重 懒带动态 看吧 果不然是病了 快不要声张 太太知道了 又叫你搬了家去养戏 这家虽然好 到底冷些 不如在这里 你就在这里躺着 我就能给你请了大夫 悄悄地从后门进来 给你吵就是了 虽如此说 你到底要告诉 大奶奶一声 不然也是大夫来了 人问起 怎么说呢 我去吧 嬷嬷 嬷嬷 你去回大奶奶 就说秦文白冷着了些 不是什么大病 这习人不在家 他要回去养病 我这儿就更没人了 你去传一个大夫 悄悄地从后门进来瞧瞧 别告诉太太 回二爷 大奶奶知道了 说若是吃两副药好了便罢 若要不好时还是出去为事 如今食器不好 恐粘袋了别人事小 姑娘们的身子要紧的 谁说我得了瘟病了 只怕过了人 我离了这里 看你们一辈子都不头疼脑热的 别生气 别生气 这远是她的责任 没空太太知道了 说她的不是 白说了这一句 你苏西好生气 如今肛火自然胜了 大夫来了 大夫 您这便请 是什么症状啊 小姐的症是外感内症 今日食器不好 竟算是个小伤痕 幸亏是小姐素日饮食有限 风寒也不大 不过是血气圆弱 偶然真带了些 吃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 该死 该死 她拿着女孩们像我们一样的痔 如何使得 凭她有什么内痔 这痔石麻黄如何筋得 是谁请她来的 打不她出去再请个叔的来 二爷息怒 用药好不好 我们不知道这理儿 如今叫小丝们 再去请王太医去倒容易 只是这个大夫 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的 这叫码钱还是要给她的 给她多少 少了不好看 也得一两银子 才是我们这门户的理儿 那王太医来了 给她多少啊 王太医和张太医每常来了 也并没个给钱的 不过每年四节大盹送礼 那是一定的年历 这人新来了一次 须得给她一两银子去 沈月 快去取一两银子 给她吧 花大奶奶还不知哥在哪里呢 我常看见 她在罗店的小柜子里取钱 我和你去找 我和你去找 有趣 你倒成了才来的了 你就剪那大块的 给他一块就是了 又不是做买卖 算这些做什么 这块怕是一两了 您可多些好 别少了 这样的轻小的效果 不说咱们不时等着 倒说咱们成心小气似的 那是一块五两的钉子 加了半边 这块至少还有二两呢 这会儿又没个加减 姑娘收了这块 再剪一块小的吧 谁又找去 多了些你拿去吧 你叫明烟 再请王大夫来一趟就是了 一时明烟果然请了 王太医来 枕了脉 又叫老婆子取了药来 一面命人微上 又嘱咐摄月打点东西 前老妈妈去看席人 劝她少哭 一一妥当 方过前边来 贾母王夫人处问安吃饭 正知凤姐和贾母王夫人商议了 不如以后大嫂子 带姑娘们进园子里吃饭 也是一样的 等天尝暖和了 再来回地跑也不妨 这也是好主意 刮风下雪也便宜 吃些东西 剩了冷气也不好 空心走来 一肚子冷风 压上些东西也不好 不如后园门里头的五间大房子 横竖有女人们上夜的 挑两个厨子女人在那里 单给她姊妹们弄饭 新鲜菜书是有奋力的 在总管房里支去 或要钱或要东西 那些野鸡 张袍 各样东西 分析给他们就是了 我也正想着呢 就怕又添一个厨房多适些 并不多适 一样的奋力 这里添了 那里就减了 即便是多费些事 小姑娘们冷风肃气的 别人还可 第一 林妹妹如何经得住 就连保兄弟也经不住 何况这位姑娘呢 正是这话了 上次我要说这话 我见你们大事太多了 如今又添出这些事来 你们固然不敢抱怨 未免想着我 只顾唐这些小孙子 孙女们就不体贴你们这些当家人了 你既这么说出来更好了 大太太来了 给老太太请安 给老祖宗请安 坐吧 来 宝玉因记挂着秦文习人的事 便先回园里来 到屋中药香满屋 一人不见 只见秦文独我于炕上 脸面烧得飞红 还烧着呢 别人去也就罢了 这摄月和秋文也这么无情 都各自去了 都各自去了吧 秋文是我念他出去吃饭的 摄月是方才贫儿找他出去的 两个人鬼鬼祟祟的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必是说我生病了不出去 贫儿不是那样的人 况且他并不知你病来瞧你 想来一定是来找摄月说话 偶然见你病了 怕在屋子里闹得你不得休息 你们素日又好 断木肯为这无干的事 伤了何气啊 话是如此 只是不知 他为什么忽然瞒起我了 你也不用悬心 我从那后门出去 到那窗根底下 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回来告诉你 那日洗手师不见了 二奶奶就不许吵嚷 出了园子 即刻就吩咐园里各处的妈妈们 小心查访 再不了定是你们这里的 幸而二奶奶没有在屋里 你们这里的送妈妈去了 拿着这只镯子 说是小丫头子坠儿偷起来的 被她看见 来毁二奶奶的 我敢忘记了镯子 想了一想 宝玉是偏在你们身上 留心用意 争胜要强的 偏是她这样 偏是她的人打嘴 所以我倒忙叮叮送妈 千万别告诉宝玉 直到没有这事 也别和一个人提起 第二件 老太太太太听了也生气 三则 习人和你们也不好看 姐姐这样我们莫不感激的 所以我指挥二奶奶 只说我往大奶奶那里去的 谁知镯子退了口 丢在草根底下 雪深了没看见 今儿雪花近了 黄灯灯的印着日头 还在那里呢 我就捡了起来 二奶奶也就信了 所以我来告诉你们 以后防着她些 别使唤她就别出去了 等西人回来 你们商议着 变个法子 打扶她出去就完了 这小娼妇也见过些东西 怎么这么眼皮子浅 你也先别告诉别人 秦文那蹄子是快爆炭 她要是知道了 她是忍不住的 一时气了 或打或骂 依旧让出来不好 所以我只告诉你 留心就是了 是 宝玉听了 又喜又气又叹 喜的是 平儿竟能体贴自己 气的是坠儿小气 叹的是坠儿那样一个灵力人 做出这丑事来 婴儿回至房中 把平儿之话 一长一短告诉了秦文 他说你是个要强的 如今病者 听了这话越发要天兵 秦文听了 果然气得峨眉倒醋 凤眼圆睁 对你容易动怒 快又在病中 才不告诉你的 你且把那个小蹄子 给我叫过来 你又管这蹄子事做什么 你这密函 岂不辜负了平儿 对你我之心了 不如领他这个情 过后再打发就完了 话虽如此 只是这口气如何咽下 哎呀 什么气不气的 你只好好养命就是了 哦 虽这样 但我明儿好了 定饶不了那个小丈夫 说月 直晚间 秦文又服了两个药 来了来了 虽有些汗 但未见药效 又发起烧来 快点啊 头疼鼻色 病更加重了 正是 月姓人用西洋药治一治 只怕就好了 你去二奶奶那儿药去 就说我说了 姐姐那儿 常有西洋 贴头疼的膏子药 叫做伊芙娜 找寻点 快休息 走了气就不好了 了不得 好爽快 快拿些纸来给我 哎 如何 果真痛快了些 真是太阳还疼 摄月去了半日 果然拿了半截来 并去找了一块牛皮纸角 搅了两块纸顶大的元氏 将那药烤盒了 用簪挺摊上 病得蓬头鬼样 如今贴了这个 都俏皮了 呸 哦 对了 二奶奶说了 后日是救老爷的生日 太太说了叫你也去呢 后穿什么衣裳 明晚上打点旗背了 省得后早起飞手 什么顺手就是什么吧 一年闹生日也闹不听 您钱养着 我出去逛逛 哦 宝玉忙了一日自觉憋闷 静似出了院门 呼见宝琴的小丫鬟小婆 说她们的两个姑娘 都在林姑娘房里呢 宝玉听了 便也往萧香馆来 那我那个丫鬟就这样 松手拿到针 听说就让你插 又来了一个 可没了你的做处了 我这些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呀 我呀迟来了一步 宝哥就来了 宝哥刚好 好一幅东归极验图啊 子军 让二爷坐在我那张 绘书以搭字的椅子上 知道了 好花啊 这屋子 越发暖 这花香的就越清醒 这花昨日怎么没见呀 这个是你家大总管 赖大婶子送薛儿姑娘的 两盆蜡梅 两盆水仙 她送了我一盆水仙 送了娇丫头一盆蜡梅 我原不想要的 又恐辜负了她的心 你若要 我转送你如何 我屋里啊 也有两盆 只是不仅你这个 秦妹妹送你的 牛转送人 这个断食不得 我一日药调子不离火 竟是药陪着呢 哪里还搁得住花香来寻 月发弱了 况且我这一屋子的药香味 凡把这花香给搅坏了 不如你把它抬了去 这花也清静了 没在外来搅它 我屋里也有病人间药呢 只是你怎么知道的 这花可奇了 我原是无心的花 谁知你屋里的事 你不早来听说古迹 这回子来了 自惊自怪的 宝哥哥 你屋里谁病了 哦 是秦文 请代步瞧了吗 看过了 只是总不见好 也不知道是什么病 席人到底多次晚回来 自然得等送了病之后 才回来呢 习仁他也怪可怜的 都走了这么久了 如今夜越发长了 你这一夜咳嗽几遍 行几次啊 昨日夜离好了 只送了两遍 却只睡了四斤一个斤次 就再不能睡了 再后来你也不知道 宝玉回来 看秦文吃了药 这天晚上 宝玉便不命秦文挪出暖阁来 自己便在秦文外边 又命将熏龙抬着暖阁前 摄月便在熏龙上 一宿无话 哎呀 这天门牌 白得太晚了 你赢钱了吧 没赢几个子 都让他赢走啊 说不了你 还玩呢 还算呢呢 摄月 摄月 你该醒了 都正回来了 还没起呢 怎么回事呢 你叫人去给他准备茶水吧 我来叫醒他 哎呀 他们现在越学越懒了 看也是 咱们叫起来来穿好衣裳 抬过这伙香区 再叫他们进来 老萌萌已经说过 不让他在这屋里 怕过了病气 如今看见咱们挤在这一处 又该唠叨了 哎 你又起来做什么 有他们就够了呀 昨儿歇了一夜了 觉得好了些 也不能总躺着 你也起来吧 白面阴阴的 恐怕有血 穿那套粘的吧 哦 你且在床上躺着 再别下地乱跑 看又着了风 啊 你记得吃药 这药膏子再打扶人去二奶奶那儿取 好好 快去吧 小祖宗 摄月 服侍二爷梳洗 进来吧 您 上那边干去 您 上那边 好 站着做什么 还不坐你们的去 是 让他进来吧 哎 让他进来吧 二爷 快进来吧 给老祖宗请安 下雪了吗 哦 还没下呢 哦 鸳鸯 你把昨儿那间啊 乌云豹的长衣给他拿来吧 哎 这叫做雀金泥 是饿了丝瓜 拿孔雀毛 粘了线织的 前儿把那件野鸭子的 给了你小妹妹 这件给你吧 只有这么一件呢 你可别糟蹋了 这会儿子要单为你做这个 啊 也是没有的事 哎 鸳鸯姐姐 好看吗 先给你娘瞧瞧 再去吧 哦 谢谢老祖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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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啊 啊 什么大夫 只会骗人的钱 你吸好药也不会给人吃 你太心急了 俗话说 病来如山倒 运气如抽丝 又不是老君的仙丹 哪有这样的灵药 你只健养几天 自然好了 慢点 这屋里约发没有做事的了 都哪里钻杀去了 瞧着我病了 都大胆子出去了 等我明儿个好了 才一个个接你们的皮呢 人哪 人哪 你看看这个小蹄子 你不叫他还不过来呢 这里又放了月钱了 又散了果子了 你该跑到头里呀 你过来 你往前线 你过来 我不是老虎我吃不了你 你过来 你扬着爪子做什么事的 你不得正 哪儿不动心 你只会痛再吃 脸皮的要紧 炸子要紧 我脑子穿烂了 别说了 别说了 你过来 你过来 你还出来 你又多死了 等你病好了 你又哪儿都能打不动 你 你过来 你看你 这回你闹什么呀 宋妈妈叫他娘来 你带出去 姐姐 我知道错了 我家闻再也不敢了 你饶了我妈 我家闻再也不敢了 你别老了 姐姐 老爷爷 我告诉你们 说这样他很懒 老爷爷当面似的 他都不嘴不动的 真是不行似的 他也不要慢 今儿务必打负了他出去 明儿宝二爷 亲自回太太就是了 虽如此说 也等花姑娘回来知道了 再打负他吧 宝二爷今儿 千叮叮万嘱咐的 什么花姑娘草姑娘的 你自有我们的道理 你质疑我们的便是了 快叫他嫁的人来 离他出去 这也罢了 这也罢了 早也去 晚也去 带了去早清静一日 是 姑娘们怎么了 你执点不对 你们只管说他 怎么就撵他出去了呢 来 快起来 快起来 你们怎么 也得跟我们留个脸呢 这话你只去问宝玉 与我们无关 我怎么有胆子问他去 他哪些事情不是听姑娘们的调停 他纵意了 姑娘们不一也未必重用 比如方才说话 虽说是背地里 姑娘们就知乎她的名字 在姑娘们这儿就行 这换了我们 那不就成野人了 我就叫他名字了 你也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啊 说我撒衣 一定要我出去 老子 只管带了人出去 有话再说 这个地方 请我礼教喊讲理的 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理 别说嫂子你 就是赖奶的林大娘 一个担待我们三分 便是叫名字 从小直到如今 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 你们也知道的 为的是好养活 老子 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跟前 到些体统差事 成年家只在三门外的婚 怪不得不知道 我们里头的规矩 这里可不是脚子九占的 再一会儿 不用我们说话 就有人来问你了 有什么纷争话 且带了去 你回了林大娘 叫她来找二爷说话 走 那媳妇听了口不感言 害声叹气 拉着坠儿抱怨而去 秦文方才又闪了风 着了气 反觉得更不好了 帆腾至掌灯 刚安静了些 只见宝玉回来 进门就害声剁脚 沈月 今儿个老太太 欢欢喜喜地 给了我这个挂子 谁知我不妨 在这厚筋上 烧了个大口子 幸而添满了 老太太和太太 都没在意 但说明儿 好像是个正经日子 还让穿着这个去呢 这可怎么好啊 这必定是 炉子里的火光上了 这不值什么 赶着叫人 悄悄地拿出去 叫个能干支 不叫人支上就是了 这也是了 可是 你千万别让老太太 和太太知道啊 因此 回二爷 不但能干回谱的匠人 就连采访绣匠 并做女工的问了 都不认识这是什么 都不敢懒 你们去吧 二爷 刚才一个嬷嬷来传话 太太说了 叫明天一起早早地 过旧老爷那边去 你老太太也去 让二爷就穿老太太筋 给了什么 确金球过去 大家欢喜欢喜 晚上把衣裳准备好 早点睡 我怕他看见 就说二爷出去了 没让他进来 他让我先跟姐姐们 说一声呢 这可怎么好 罢了罢了 你回太太去 只说我今天出去 饶了些粮病 明儿万万不能去了 你还不快去 邱文 你就去告诉那摸摸 说二爷 他明儿一早就去 让太太放心 去吧 老太太都要去 你傻不得是要去的 末底白眉吃眼的 让他们悬心 岂不又是一番事故 况且前儿席人走的时候 太太刚吩咐过 让我们小心伺候 现在起步又疑心 可是这 好了好了 拿来给我瞧瞧吧 没服气穿就罢了 这回子有着急 这话说得倒好 这是用孔雀金线制的 咱们之客 用孔雀金线 像戒线似的 戒密了 还可混得过去 孔雀线是现成的 但这屋里除了你 还有谁会借线呢 说不得 我争命罢了 这可如何使得 才好了心 如何做得活啊 不用你 写写遮遮的 我自知道 沈月 您先去吧 哎 给 这虽不像 但若补上 也不会很闲 这就很好了 哪里去找 俄罗斯的裁缝去啊 秦文先将李子拆开 用茶杯大的一个 竹弓钉捞在背面 秦文先将李子拆开 再将破口四边 用金刀刮得散松松的 然后用针刃了两条 分出金纬 一如戒线之法 先戒出弟子后 以本衣之文 来回直播 善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把那婆子打发走了 她走的时候还不断叮嘱 敏儿别悟了 正经日子让川泰好了去呢 快去吧 快去吧 是 你去拿一件灰熟斗篷 与它披上 好 拜拜 微光的 假夜凋零 富贵的 静音散尽 有闻的 死里逃生 无情的 分明暴雨 千明的 明依换 千泪的 泪尽 远远相抱 是非情 分离聚合 截牵定 欲知名段 问 千生 老来富贵 夜阵 侥幸 看破的 顿路空门 痴迷的 望送了 性命 欲知名段 问 千生 老来富贵 夜阵 侥幸 好意 四十七鸟 偷离 落了 片白 茫茫 大地 真干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